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 在这里想简单说两句 真的很简单 我是去年年中开始 负责 APS公司的产品生产 生在第二个方面 我们不断地延传我们现有的产品 以及不断地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在这里我很期待大家 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意见 使得我们的产品 是不断地完善 能够不断地 适合市场的需求 亦都是迎合各位玩家的需求 在这里很简单 就是要做到 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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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 谢谢大家 谢谢他 非常之多谢 Boxer和德哥非常精彩的支持 在这里大家再次给点掌声 刚才多谢两位 以后的时间 我们也有请UAR501的两位设计师 分别是APS 产品市场部经理 潘永雄之山 和国际知名战术专家 Mr.Box Slider 为大家做着详细的介绍和示范 有请Box和Rand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in Hong Kong It's been a great time I am here with my good friend Randy who helped design this beautiful weapon and I will also have to say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in designing this weapon I have here the dark earth colored a very fine weapon lots of good features and as Frog had said earlier probably one of our best designs that we've had so far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our fine sales staff sales staff for and we are really trying to promote this gun and it will be a good supply a good supply in the market here very soon so please talk to the sales staff and get whatev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from them I will hand it over now to Randy Thank you Thank you Bob That's great Thank you 先来到我们的发布会 首先 其实所有的feature 或者其他的特点 我老闆已经讲了 不过我讲一些秘密给你听 当初我说要做支身伤的时间 我老闆是不知道我做些什么 他给了很大的空间我 他完全不会理我做什么 但竟然会有今天的成果 当然一定不是我的成绩 靠了 除了我之外 还有我一班很帮忙的 负责engineer 负责机械工程的同事 就是站在你们人群里面的 陈独瑜 文仔 给她们一些掌声 给她们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这枪的结晶品 就是我实现了这么多年 在枪界大家都想做的 就是三号波箱 打传统的M4架 我想有很多玩枪的人 都喜欢这种东西 另外 其实呢 我不用多讲这枝枪其他的 features 我其实现在想 将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 交回到Bob 让Bob和你们解释一下 或者讲解一下 这枝枪最简单 普通的handling 是怎样做的 Bob 祝你 谢谢 我现在现在想说 一些质量的功能 在UAR 它是设定的 但是因为 因为的造型 是一样 它只能被射到 右手掌或右手掌 右手掌 用车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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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掌 不用车手掌 右手掌 用车手掌 一车ánd 右手掌 一条 best 这会给了整个技术的技术 几个技术的技术 这会很重要的用户 但是不几个300软的技术 另外一个很大的技术 是因为它是不过手机的 但是也在全都可以用户 所以你能用户 一撸一撸 一撸一撸 全都可以用户 yes fun also with the design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picatinny rails for attaching accessories you can put whatever optic scope red dot or power optic you want on the top and then on the both left and right side and also on the bottom picatinny rail for attachments of any accessories that you may want the bullpuff design also allows to have a full length barrel shorter design very similar to MP5 now we have full length rifle in same size package as MP5 much better performance for ammunition out of longer barrel as opposed to short barrel also a lot more reliable with longer barrel and not so much with short barrel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basic design features of bullpuff design and it will be very good for operating and very good for ergonomics for either left or right hand shooter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t now we are going to to give Randy to give you guys to give us some other other companies to give us a chance Randy well from me we are going to you the UAL 501 the UAL 501 then there is a 502 the UAL 501 the UAL 502 不会令你们失望 一定会准备一些长版给你们 这支就是 UPR 502 UPR stands for Urban Precision Rifle 换言之它是一支长距离追击的枪 它支内枪管是有645mm 长 这个 feature 是唯一跟 501 不同的地方 其余核弹的跟 501 一模一样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个 否定程度的在游戏上的工具 接着我要过来我的左手边 ASR 1.3 这支枪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用了一个很传统的M4的底座 我们俗称的滤芝华 它配合一个Machine Gun的上台 任何一个M4的底座都已经可以共用了 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这条弹链只不过是装饰的 除了这条弹链之外 玩家是随时可以放回一个正常M4 任何一个品牌的弹链下去 立刻用得 当然如果你打你的卫士 需要一个更重火力的时达 2500飞是足够你们使用的了 它因为这个弹链是声控的 足够你们去处理一些 你们需要处理的情况 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好玩的 这支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拆开了上身换了一条内窗盘之后 那条内窗盘是按一个键 就可以更换 我可以做一次给你们看 换了它出来之后 我们会有另一条窗盘 准备给你们打一些近距离 或者入森林 你们觉得很多舒服的地方 换完之后 把这支窗盘放回原位 那就可以继续你们的游戏 那方便了 你们很容易更换 你对不同场合的地方 看看我够不够过 看看我够不够过 看看我够过 看看我够过 都还可以了 另外这支呢 它的前身就是M40A3 现在就变成M50 M50 只不过是一个NUMBER 而它要负责做的就是 弹壳叉器 这样我们做到 它比较像真一点 除了每一粒子弹 当你打完之后 它会好像真枪那样跳出来之外 我们就做了一个键 一个键 是可以将那个 枪架 是随时锤出来 这样这个动作的目的是 第一 想玩家 令到枪 是觉得它更加像真之余 就是说更加安全 因为你放在家的时间 如果枪是人都拿来打的话 那就绝对不安全 没有了这个东西 这枪基本上 是没有可能发射到的 但是当主人 将这个主体 放回到枪之后 就即时可以发射 那这个原理 是给玩家一个比较像真一点的 的感觉 这样 接着下来 就是刚才 我们老闆都说过的了 我们的手枪 而这枝手枪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采用了真枪 P99 的原料 去做它的下身 这样的手金是比较好的 而且 是比较耐用很多 因为 放进去换具枪里用 你没可能 有机会会打得烂它 那上身当然 画家是金属的 那 气缘是CO2 都知道了 它那个稳定程度 去到哪里 那 这枝枪很快 就会在市面上 跟各位见面的了 相信 看看 你们会不会喜欢它 那其他比较细节的东西 我就想 各位嘉宾留步的时间 当我们做完 签名会之后 就可以 我们分别上楼上 聊天的时间 慢慢再跟各位嘉宾 再慢慢商讨 好似我还有一枝 压軸 谢谢米哥 我们这枝压 就叫ASK209 那它有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用回海军美托 Brandstock 做了一条金属的 给它 所以整支枪是很实际的 另外我加了一个 Technical Rail 在顶上 那方便各位 喜欢装一些不同的Optical 上去 再加上一个Handstock 那令到整支枪的感觉 就更加战术化 那以上就是 未来我们2013年 将会在年轨 有机会 跟大家见面的所有产品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加分给Agrimmy 谢谢Renny 谢谢大家给点掌声 非常之精彩的讲解 那我们一会在发布会之后 我们会进行一个签名会 UAR501的两位设计师 Renny和Bord 也会跟大家签名留念 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放 Codec的即影即有 纪念相片拍摄服务 那大家也可以找我们的两位老板 Foxer和德哥 还有我们两位美女母 一起拍摄楼链 如果一些未拍摄的朋友 就可以帮我们拍摄 而一些拍摄了 但是未拿摄的朋友 转头也可以去到我们后面的counter 落开属于你们的照片 那我再一次在这里代表 APS Conception和Haguchi 多谢各位来宾 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在未来的新一年 我们会继续设计 更多更好更正的产品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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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